好 來關心到恆春半島這裡的風雨狀況 目前雖然是開始下起了雨 開始有風 不過呢 還在大家可以接受的範圍 在這個海面上的狀況 就會比較明顯了 不僅是這個水色呢 越來越混濁 而且浪也是越打越高 不過除此之外 其實整個風雨狀況都是正常的 所以呢 還是有附近的居民跟遊客 趁著現在風雨還沒有很大 趕緊跑出來 來關浪或是散散步 先來聽稍早訪問 我來這裡已經住快一個禮拜了 一個禮拜了 對 今天怎麼早起來 就想說來看一下海浪 今天浪有沒有比昨天大 有 有 有 大很多 很久沒有遇到了 今天第一次碰到 OK 會擔心嗎 還是已經有機會 還是稍微有啦 早上去來運動走一走 所以風雨什麼都還好 還好 還好 好 可以聽到 雖然說呢 這個颱風真的是很久沒有這麼的逼近了 所以呢 還是附近民眾蠻擔心的 但是現在風浪不大 還是按照正常的生活繼續來進行 不過屏東線消防局有稍早 7點的時候是有表示說 目前是沒有傳出災情的 但是呢 像海巡人員現在也是不敢大意 所以說呢 也是到海灘上面 來進行巡查 確保都沒有人來上面違規踩踏 來玩水 那麼除此之外呢 其實恆春半島今天喔 累積的時雨量24小時 很有可能是高達300毫米這麼多 所以說呢 很多民眾如果想要外出啊 或是到戶外來活動的話 真的要注意安全